一日观音菩萨云游到东海 看到很多渔民天天捕鱼鲨鱼 不受佛法教化 便化身渔妇来到镇上 卖鱼了卖鱼了 新鲜的活鱼 菩萨提着竹篮 里面装着漂亮的鲤鱼 渔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鱼 姑娘 你这鱼怎么卖 你买这鱼怎么用呢 卖鱼当然是回去杀了吃 我这鱼不卖给杀生 只卖给放生 这鱼都是杀来吃的嘛 谁花钱买来放生呢 我们不买了 到了中午 一位叫骂郎的年轻人 发现菩萨卖的鱼 离开了水半天 还活蹦乱跳 你这鱼怎么可以离开水不死呢 菩萨笑而不语 渔民们听到骂郎这话 知道鲤鱼一定是宝贝 争抢着要买 这鱼我买了 多少钱 我也要买这鱼 买给我 买给我吧 我先问 应该卖给我吧 你们这么多人 我卖给谁呢 我教你们念经 谁先在一天之内备会 我就卖给谁 可以 好 可以 菩萨教他们念心经 一天后 有多万数的人会背了 心经大家都会了 但鱼只有一条 我再教你们念普门品 谁一天背会 我就卖给谁 这时 有十多个人同意了 于是菩萨 又教他们念普门品 第二天 能完全背下普门品的 只有四人 我这里还有一部大城宝藏金刚经 谁能在三天之内备会 我一定将云脉给他 如是灭渡 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 十无众生 得灭渡者 我不能睡 一定要备满 三天很快过去了 结果只有马郎一人背回了金刚经 整个阵子的人都还天洗地 准备接受暴雨 谁知 渔夫却没有出现 马郎很是难过 此后 马郎经常念诵菩萨教的三部经文 竟也悟出了很多道理 凡事有效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飞向 一日 马郎正在窗前诵金 马郎 听到有人叫自己 马郎赶紧寻去 只见地上有条快死的鲤鱼 谁的鱼放在这里了 这鱼真是可怜 马郎连忙十几鲤鱼 跑到父亲的河边 将鲤鱼放生 并为他诵金 去吧 佛祖慈悲 呼见河中金光闪闪 观音菩萨手提鱼蓝 悬于莲花之上 面露笑容 马郎 你佛缘不浅 只是被杀生业障阻碍 无数的三部经文 你已经误到 日后应宣扬佛法 教导渔民不再杀生造业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切莫再造地狱的音 马郎听了连连跪拜 感恩观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教化 我定当谨记 马郎随后把自己的三千草屋 建成观音庙 又送起了一尊 余妇模样的观音菩萨像 虔诚供奉 镇上的百姓得知渔夫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纷纷来观音庙 跪拜观世音菩萨 菩萨化身教化的故事 因此广为流传 渔民们纷纷改过自新 以种地为生 不再捕鱼杀鱼 每天学习佛法 吃素念经 放生机得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鱼兰观音 感谢观世音菩萨